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這次是中山雅居樂的半山中心城第三集 主要是給大家看它的項目的會所 已經建成了 Roman也能進去參觀 同時間也會再看之前已經看過的視位 不過還沒用第一身的視角給大家看 所以這次會用第一身視角 給大家看真點剩下的示範單位 然後到了這次的重點 由於這個項目已經來到第三集 在第三集裡面我覺得只是介紹半山中心城其實不是很足夠的 我想花多一點時間 講一講我們這邊 對這個中山三鄉雅居樂所知的一些故事和它的發展 由於這個項目開發的時間是非常之長的 它不斷在周邊去裸地 92年之前已經開始發展了 現在已經是接近30年的時間 到底中間有些什麼我們聽聞到的事 而知道的事是禁受香港的買家歡迎 長期以來 過去中山度假 很多人都會說買了雅居樂 過去那邊退休養老等等 這次我們會分享一個詳盡的中山雅居樂故事 現在我們就交給Roman 帶我們去看看這個半山中心城的會所 原來這個小區是有會所設施的 剛剛就開放了 我們進去看看 半山會 近期開放的 2020年10月份 在這個會所裡有很多設施 例如有二樓的麻雀房 亦都有健身房 我們一於先看看健身房 健身房的設施未算去到很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台機器 但我自己覺得都夠用了 另外如果大家看到 外面亦都有一個室外的游泳池 1.3米水深 整體如果要求不是特別高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考慮這個會所設施 由於這裡剛剛開放的原因 其實整體設施方面是比較不錯的 832平方 01壺形 4房2廳2位 其實在我們之前第一第二集 Roman是有詳細講解過這些示範單位 這次就讓大家用第一身的視覺去看一次 我就不作重複的講解 讓大家聽著音樂 慢慢去欣賞第一身視覺之下的示範單位 我們也以為完全夠渺側 我們的公園 一個角度 尺寸 en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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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有些人會把這個項目 也等於是玉龍山那邊的一個周邊發展 即是所謂的後面的奇數 不過他用了另一個名字 若然你想知道現時的三鄉雅俱樂的位置 上次我在航拍影片裡面都說過 就是這一帶的項目 南邊就是三鄉雅俱樂 以前就叫做雅俱樂花園 後來就叫做雅俱樂新城 留意一件事就是在玉龍山的東面東南邊 就是一個中山溫泉哥爾夫球會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內非常之傳統 是由霍英東去開發的一個高球場 可以說是全國最早的一批哥爾夫球場 當時可能你說我開發哥爾夫球場 根本都很多人未懂得打這個運動 未知有這件事 就算是一些相對比較有錢的人 都還未進入那個文化圈 但當然時至今天這一邊 是可以說你要有個牌子 是非常之難的 已經是停發了很久 現在是說整個廣東省裡面 頂級的一些富豪 一些企業家等等 才擁有這個高球場的一個會籍 另外在它的南邊就是中山溫泉旅遊區 回到重點我們先來看看 剛才我所說的雅俱樂新城 以及雅俱樂花園 其實我想具體一點要給大家看回他的一個圍星圖 大家才可以更偷切地了解到 雅俱樂在這一邊 到底起了多少個組團 多少個項目 其實我自己都數不清 不過你可以看到 很多字眼都是射著雅俱樂新城 雅俱樂新城 英倫花園 又或者是 海情灣伴 等等 反正你看到 很多很多字眼都會跟雅俱樂有關 他早期的產品包括現在看到雅湖居 等等 其實這一邊 是很多人都喜歡的 因為他在一些 舊的建築組團裡面 他享有到一個自然環境是非常多的 譬如說湖境等等 本身三鄉又不是近海的 靠山的漁龍山那邊 可能又不夠方便 變成本身在這個三鄉雅俱樂的項目裡面 最吸引的 就是他建造了一些 因為後期再起的樓 可能第一 你的密度會高一點 起得比較 高層一點 30樓 或者更高 另外一件 這些那麼寬闊的 湖境 亦都沒有再出現在 他後期的組團裡面 在這裏我們都可以再見到 全部都是雅俱樂 其實他所包含的範圍是非常之廣闊 你可以當 雅俱樂在這裏的發展所佔有的土地 其實是比這個余景灣更加大的 如果你以前是曾經去過雅俱樂的展銷會 他的所謂的聯展等等 他有一幅三鄉雅俱樂的大地圖 你打開來看 可能你在賣 你在留意的組團 只是其中的一細分 他整個項目 由東至西 由南至北所佔的土地 是非常之廣闊的 之所以他可以發展到這麼大 是說 由92年之前 其實已經是開始 做這一道的一個發展 跟著去到現在 其實足足已經是有超過28年的時間 他已經邁向 是30周年 我們再來講一講 現時 這個三鄉的雅俱樂 他一些消費社區 在哪一道會比較旺一些 其實如果你能夠找得到 雅俱樂在這邊 是一間最早期的四星級酒店 其實這條金蔥的大道 就是整個雅俱樂以前發展度假項目 最旺的一條街 去到度假的人 很多會過這條街道消費 這裏有西餐 中菜 雅俱樂 很多很多的消費娛樂 亦都有大型的超市等等 當然 隨著時間的發展 這條街道裏面的 娛樂消費購物等等 是比以前多了很多 因為來這裏 度假退休的人士 都是有差不多經濟能力的 在這個街道上面 有一個叫白樂城的地方 就是最早期 雅俱樂這一邊的 一個消費娛樂的 核心點 裏面有酒樓 可能有一些 玉族等等 全部都有了 另外附近你都可以看到 很多的茶餐廳 為什麼那麼多茶餐廳 其實有些真的是港人業主開的 因為早期的雅俱樂 其實在銷售 住宅的同時 也有賣出一些舖 這些舖很大機會 經營茶餐廳的老闆 本身就是香港人 這個也是事實 當然不是絕對 有部份是一些 內地的老闆 根據香港茶餐廳的模式 去這裡經營 還有我個人來說 回到內地我就不太喜歡吃茶餐廳 我一般 餃子館 可能蘭州拉麵等等 我會比較感興趣 回到正題部分 我們再看看雅俱樂 這條街道上面剛才說過 很多的娛樂都有 你打保齡等等 有些還是可以 展示到雅俱樂的業主性 是有優惠的 說這件事也想再提一提 雅俱樂 以前為何 那麼受度假客戶歡迎 他的確在配套方面 做得很好 以前的雅俱樂 你購買他的住宅 這樣算 他是跟 珠海的船公司 或者 中山的船公司 都好 他是傾了一個優惠的 價錢 打個譬如 可能你去中山 港的一個船票 要400元的來回 他可以做到300元 甚至乎更便宜 就可以買到一套的來回票 的確是很吸引的一件事 以前過去 國內有一個度假 消費娛樂等等 如果你過去中山 你坐船的話 這個交通費的確是貴的 但是當 好像雅俱樂這一類的 發展商 提供了優惠之後 是 大大吸引了 那些 准業主買家 覺得 買這裏 拿這個好處 回去中山 探親 去還 都非常 好的一件事 因為他的船票 是便宜了很多 除此之外 雅俱樂大家都知道 是很多 磚巴的路線 是可以回到深圳 去到澳門 拱北關口 等等 以前 亦都有一些 的磚車 是回到香港 但現在 我不知道是少了 還是已經 剪了這條線 反正以前 一定有車 可以直接 回到香港 如果有雅俱樂業主 在看這條片 你可以告訴我 最新的資訊 因為 我也有好一段時間 沒有再過到 去三峰牙俱樂 了解 車站的情況 但是 我講的 都是我過去 這十幾二十年 左右 知道的 牙俱樂 蓋放 我之前也提過 其實我跟過朋友 去這一邊 住過去的 別墅 我亦都說過 這一邊的別墅 曾經是開發了 一些 河道 當河道 干擀了之後 如果假設 有小偷 經過河道去你的別墅花園 是非常容易的 一件事 但是 我的朋友也跟我說 基本上你住在這裏 真的要相信你的保安 他的保安是不行的 就算我當那條河道 住滿了水 拆人經這條河道進去你屋 甚至乎在正門進你屋 都是相當容易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想提的就是 這個雅俱樂 本身 因為他是全國最大雅俱樂 他本身有六大會所 這六大會所裏面什麼都可以玩 有攀石 冰冰球 羽毛球 網球 基本東西 但是另外一點 就想說 由於六大會所 時間都已經很長 所以部分會所裏面的設施 會比較陳舊一些 也是正常的 除此之外 基本上 你如果是這裏的業主的話 你坐車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你坐車 是可以有機會免費 或者是需要給一元 就可以兜完整個雅俱樂花園 新城 總之你由一個點到另一個點 只要你附近都是雅俱樂的範圍 基本上 一是免費 一是只需要一元 另外一件事就是 由於雅俱樂發展這個地塊實在太成功了 所以 其實你會在這個地圖裏面見到 部分一些不屬於雅俱樂的項目 他們的操作是怎樣 比如說這個 巴里曉竹是一個小的發展商去興建 其實我們可以說 這一類的發展商 都是貼著雅俱樂這個大的項目 去發展 去銷售 因為你本身有這麼完善的配套 加上外面的金蔥大盜等等 消費娛樂非常之足 所以你貼著它來建 貼著它來買 是領到好處的 這個我相信 如果你是這些 這些小屋苑的業主 都會知道 他們銷售的時候 其實 都是會打 雅俱樂這個大品牌 說外面的金蔥大道 附近的消費娛樂的地區 吃東西是怎樣方便 做度假退休是怎樣好的回事 由於時間關係 今天我講解這個三鄉雅俱樂的故事 暫時就到這裡 如果你是三鄉雅俱樂業主 或者你曾經是業主 有什麼故事想分享 都歡迎告訴我們 來到最後的部分 都給大家看回 拍攝的時候 當晚 Roman 和Andy 是在這一頭 找了一間便宜的酒店 雖然便宜 200元多一點 但是裏面的設施 房間的感覺 都相當不錯 大家可以看一看 海里亞德 可以嗎 可以 好像很棒 那就進去吧 酒店名字叫做 海里亞德酒店 不知道這間酒店本身 又是否類似公寓的方式 然後就整棟變成酒店 反正房間的價錢 是相當之便宜的 很便宜的 在大堂的位置 就有一間非常大的餐廳 另外這裡 亦都有一個書房 給你應該可以看書 租書之類吧 這間酒店的旁邊 就是這個 漢雲國際商務中心 所以 即是說 這一棟大廈 有部份 是辦公室 到底200多元住的房間 又是怎樣 現在大家可以看看 我給你了 是吧 咦 看看廁所先吧 他們 哇這裡好像有一個包 什麼包 嘩 正 OK 挺舒服的 雙人房 多錢啊 嘩 多久啊 二字頭而已 二字頭啊 二字頭而已 我們看看這個景色吧 先看看 那邊是不是有影視 哪裡 那個 看不到 藍色的 散光 我今天那個近視 可能是 這邊 向西 現在是 大家看看 現在我下午4點 離開 那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假若你是對中山這邊雅居樂的產品是感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看看你是上賣哪個項目 或者想了解哪個項目 下條影片見 字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 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 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幣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我們的服務包括專車接送 辦理營購手續 簽約等的跟進 以及客戶沒辦法到現場的情況之下 幫客戶購入深水單位 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 一個是想諮詢意見或者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 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能夠幫到大家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